下面咱们来介绍一下推拿资料失眠的一些方法 第一步我们写了一下做一个叫用摆绘 摆绘是在两耳尖连线上来以后的终点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平时不一定非得按照这个来找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你头的正中线上 在这个正中线上你在这 就是在你这个血沃的旁边 不是血沃 在血沃的周围你在这一摸 它有一个稍微一些凹蟹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就是依旧个人的临床经验 就是在这个血位 就在凹蟹的地方往往效果特别好 当然也有些特别个别的凹蟹特别厉害 还有一些它可能凹蟹不是很明显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图顶的人 这种凸顶的人他这个凹蟹不是很明显 一摸一下就可以 一定要在这个正中线上 在这个头的正中线上 这块头顶这块稍微摸一下 这个摆蟹不是我们这个血位里面最高的一个血位 是吧 我们最高的血位叫通贴 就是说在和这个贴是相接的一个地方 这个摆蟹不是头顶最高的 是吧 是稍微靠后撇凹蟹的一点地方 叫摆蟹 这个血位呢 就是说治疗十面呢 我们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呢 我们叫用摆蟹 用摆蟹呢 你可以用这个食指和中指重叠 或者是用拇指 这个都可以 什么叫用摆蟹呢 就是说用你这个拇指呢 压在这个血位上 先呢 宋师征的这样推入 宋师征的 这样推入三十次左右 做三十次以后呢 然后呢 你再反过来 再反过来 你比如用左手呢 这样再逆师征 再做三十次 摆蟹这个血位呢 是多卖的一个血位 它具有这个正经 安神的作用 所以说呢 最后这个十面呢 这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血位 我们先 第一个血位呢 先这样揉揉摆蟹 叫用摆蟹 然后呢 再这个推一下这个硬塘 硬塘呢 是在这个两个眉毛 两眉毛的中间 这呢叫硬塘 这个血位 这个血位呢 我们就做着推就可以 推呢 就是从这个硬塘 一直推到这个法际械这块 这个前法际 也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法 先这样上往上推 也是推三十次左右 从下往上 然后呢 再从上往下 这个推的时候呢 你就用这个拇指的这一个楼方面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起一个通都 通都脉 通都条绳的一个作用 揉完这个以后呢 在这个两侧的太阳穴 再把两侧的太阳穴呢 这个太阳穴呢 是在这个野角外侧 旁开这么一横指的地方 这个呢 后面有一个窝 在这 也是 先宋四征 这个轻揉 三十次 这个揉的时候呢 轻轻地给它一定的压力 不要压得太重 宋四征揉完了以后呢 也是在逆四征 这是 揉这个太阳 用百慧 然后呢 推硬糖 然后呢 再揉太阳 这个几个完了以后呢 再叠风磁 叠一下风磁穴 这个风磁穴呢 是在这个 斜方机 和这个凶手手推机的这个窝 在这个窝 我们叠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一个手 也可以是两只手 如果是一只手的话呢 就是用拇指放在一侧 这个中指和食指呢 放在另一侧 这样 然后呢 你这个前臂 前臂呢 这样往下沉 这样呢 就是给它一个支撑 给一个支撑 这样的话 我们会省一些力量 自己呢 会省一点力气 然后呢 你头 微微的往后讲 好 你给我一定的力量 让它呢 往后给一定的力量 我的手呢 给它一个支撑 这样的话呢 就让它自己感觉到这个力量 已能忍受维度 是吧 它自己感觉 哎呦 我这个力 往后顶的这个力量可以了 这个就是说 已经就是比较适合它了 是吧 所以这个点的呢 不要太重 也不要太轻 这样给它一定的力量呢 持续一分钟左右 你这个按压的时间呢 最起码要在持续一分钟以上 按压到一分钟以后呢 然后给它松开 松开 好多人呢 就是在一松开的这一松肩 就感觉到这个 头呢 特别清楚 特别清晰 然后呢 这个两个肩和手呢 有时候感觉到一些 有些发热呀 发麻的一些感觉 所以说风磁这个学位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位 这样呢 反复呢 叠三到五次 再叠 再放开 反复做三到五次 做完以后呢 在风磁的这个地方呢 再做一个轻微的一个提捏 什么要提捏呢 实际上这个捏法 也是我们推拿手法里面一种 捏呢 就是说你这个 拇指和这个食指呢 相对的用力 这个捏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是吧 捏的这个皮肤呢 肌肉呢 有越多越好 你要是轻轻的捏一点呢 这个很疼 我们这个就不叫捏了 这个就要掐 很疼 所以捏的时候呢 一定要尽可能的 多捏起一些肌肉来 这样呢 它才会舒服一些 是吧 能让它起到一些 这个让这个肌肉 放松的一个作用 你如果捏的很少的话 只是掐在皮上 是吧 所以说这个力量呢 要捏的肉多一点 捏住了以后呢 轻轻的在什么 往上一提 是吧 我叫捏而提起呢 为止拿 所以说拿法呢 实际上是先捏 然后往上一提 你看就插着一点 一提和不提呢 它这个感觉 是不一样的 你这样一提呢 它就感觉这个 力量呢 就往上 往上走 捏住提起来以后呢 慢慢的一点一点 再把它松开 松开 或者你突然松开也可以 这个也是 要持续一段时间 捏住了 然后呢 再慢慢往开松 这个呢 一个是点封瓷 一个呢 叫提捏封瓷 提捏封瓷 这个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呢 再给头部呢 再做一些像这个扣肌 就是轻轻的敲 这个敲 中医里 这个扣肌呢 我们要求什么呢 你扣的时候呢 这个手指头呀 要微微的张开 要微微张开 不要这样病死了 这不叫扣肌 这叫砍 对吧 这是砍 所以扣肌呢 要把它稍微松开一点 这样 而且扣肌的同时呢 你能听到这个声音 你看 这个是能听到 你如果把手并回来以后 是吧 这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扣肌的时候呢 也要什么 就是从这个前面 左手扣肌肌脉 肌脉这一块 是吧 从前 这样 这个主要是用这个什么 这个手指的力量 不是用手掌 不用手掌 用手指 轻轻的扣 这样 反复 你扣20次到30次左右 这样 这个呢 因为咱们扣肌的这一块呢 它是整个这个肚脉 这个肚脉 好 扣肌完了以后呢 再用这个拿法 我们叫拿五筋 五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叫五条筋脉 拿五筋呢 就是说 像中间呢 这是正中间呢 这是肚脉 这是肚脉 旁开一点五筋 就是再旁开一点呢 这是这个膀胱筋 这两侧呢 这是胆筋 所以呢 这一个肚脉 再加上这个膀胱筋的两侧 还有胆筋的两侧呢 一共是叫五筋 叫五条筋脉 我们叫拿五筋 拿五筋怎么拿呢 正好你这五个手 这个一个手把 这五个指头 是吧 撑开以后呢 正是五个部位 是吧 所以呢 你这个手放上来以后呢 正好 中指呢 是在肚脉上 这两个指呢 是在膀胱筋 这两个呢 最后这个拇指和小指呢 是胆筋 这样 正好往上一放 用拿法 用拿法 叫拿五筋嘛 对吧 这个拿的时候呢 你手指 这个指头肚这块呢 往往里收 给它的一定的力量 给它一定的力量 这样拿 然后 一点一点的 这样往后移 这叫拿五筋 这样反复 这个力量呢 也是因人而异 内受力强的呢 你可以这个力量 稍微大一点 内受力差的呢 这个力量轻一点 这样可以反复拿 反复拿 拿上十次二十次左右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拿完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学位呢 就是专门拐睡觉的一个学位 这个学位叫什么呢 叫安眠穴 安眠穴 安眠穴在哪呢 在风词和移风的中间 风词和移风的中间 像风词 我们说的在这个窝这块 移风在哪儿呢 耳垂后面这个窝 耳垂后面 这个窝 这叫移风 我们刚才叠风词的这个地方呢 这是风词 这两个穴位 这两个窝的中间呢 叫安眠穴 大概在这儿 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窝的地方 中间凸起的这一块 就这两个沟嘛 中间凸起的这个地方呢 叫安眠穴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轻轻的揉 你可以轻轻的揉 可以轻轻的揉 揉完了以后啊 这个人 就揉这个穴位呢 能让这个人这个精神呀 就是说它放松 然后可以揉 也可以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两个手啊 放在这个下颌这儿 你不用动 放在下颌这儿 然后呢 你这个大目的呢 轻轻的什么 轻轻的推 我们也就抹 你就给它揉的什么 就把这块肌肉 给它揉软和了 安眠穴揉完以后呢 再就是这个 我们还可以这个 眼睛这块 再做一些 叫轻轻的这个按压 按压是怎么按压呢 就是用你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中指和食指 也可以用拇指 就是从这个野角的内侧 从野角的内侧 轻轻的 给它施加一定的压力 这个千万不要压得太重了 轻轻的给它一叮的 一叮点的压力就行 然后呢 用从内侧呢 慢慢的 推到外侧 推到外侧 这个时候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你这样做一做呢 让这个野睛呢 也能得到一定的休息 是吧 缓解野睛的这个疲劳 这样轻轻的压 如果要是你要是躺着的话呢 这两个手可以同时做 同时做 也可以这样 用这个 这两个指头也可以这样做 这是个 可以按压一下这个野球 然后呢 头部呢 整个可以再做一个放松 头部整个做一个放松 这个放松的时候呢 怎么放松呢 你可以用两只手 放在这儿 就是一个抓 轻轻的抓 轻轻的 这个呢 就是说 你不光是这个睡觉的时候 柔柔柔可以放松 尤其是一些精神压力比较大的 是吧 你像上班啊 工作精神压力特别大的 这个呢 给他做一做这种 因为这么个头皮 这些末梢神经呢 它是非常丰富的 血管也很多 你给他就是 就这么一个轻轻的刺激 就一个刺激 甚至你要是说 不是说特别专业的话 这样挠 就这样轻轻的挠挠 这个挠挠头皮 这一块 它也很舒服 很舒服 它主要是为了一个放松 把这个缓解这个头皮的这个紧张 大脑皮子呢 它得到一个放松 然后呢 我们再 还有些 有注意睡眠的一个 几个穴位 你像这个叫内观 再按揉一下这个内观 还有神蒙 内观和神蒙血 内观呢 是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长长机界 和老扯弯曲机界的中间 你转下穴头 好 你看它这两个 这是长长机 就特别明显的这个 这个呢 是老扯弯曲机 这两个机界中间的这个钩 是不是 你看 好 就是特别明显 这个熬线 这个钩 在这 内观穴呢 就在这个钩里边 就在这个钩里边 好 放松 放松 早接这个钩以后 在万横翁的上两冲 两冲 两冲的这个万横翁到轴横翁呢 我们叫十二 这是十二冲 然后一半是六冲 再一半是三冲 这个三冲的这个三红之二 这就是这个内观 早接这个穴位以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叠按 叠按或者是揉 这些都可以 这些穴位呢 就点按的穴位呢 你最起码要持续在一分钟以上 或者是这样点 两个手一块 这点按一分钟 这个穴位呢 不光是像这个胃不好的人 或者你平时坐车 用船了 用车啊 这个穴位都可以用 内观 再一个呢 就是神蒙 神蒙呢 它是心经的一个穴位 就是在这个万横翁的这个尺侧 万横翁的尺侧 在尺侧万去基的脑侧 所以说呢 这个穴位呢 你先找接这个万横翁 就这个地方 这个万横翁 然后呢 再找接这个尺侧万去基 你赚全 我们刚才找内观之后呢 是找到这两条基建的中间 现在呢 心经呢 要找这一条基建 这一条基建 这一条基建的脑侧 脑侧 我们在经络里边 人身体里边呢 大拇指的这一侧呢 就叫脑侧 这边是脑骨嘛 所以叫脑侧 小指的这一侧 这是齿骨 所以这一侧呢 就是齿侧 所以说在这个基建的脑侧呢 就是在这个基建的什么 这是大拇指嘛 对吧 这个大拇指 所以找到这个基建以后 它的脑侧就是在这里边 在里边 这是神门穴 神门好放松 是吧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也可以按揉 神门呢 它是专门管这个精神方面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位 像这个食眠啊 抑郁啊 焦虑啊等等 这一类的病 都可以用 是心经的一个圆穴 可以揉 也可以点 也可以点 也是持续一到三分钟左右 这两个 内观 神门 这个做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 像平时呀 你可以做保健的 再做做 揉一揉这个心包经 或者是排打一下心包经 心包经呢 是在这个上肢的内侧的中间 这是上肢 对吧 上肢呢 这是外侧 这呢 是内侧 这是内侧 内侧的什么 像这是起 这是中 这是后 就是中间的这一条 中间的这一条 这是我们的整个心包经 这个心包经呢 你可以轻轻地拍打 可以轻轻地拍 是吧 有的这个拍一会儿 拍的时间长一会儿呢 可能会出现叫杀 我们有刮杀嘛 这个刮杀里面有刮杀 有拍杀 还有吊杀 对吧 像这种呢 就拍杀 你可能把它拍出杀来 拍出杀以后呢 我们讲这个并器就出来了 对吧 可以轻轻地拍 可以 再一个呢 就是轻轻地扣 这个扣呢 就是你把这个 这个指头呢 切回来 切回来 放在一个平面上 放在一个平面上 然后呢 这样 扣机 一个的这个静脉 这个心包经呢 心包呢 是心脏的一个 屏障 心包 是心脏的一个屏障 是带心受邪的一个脏器 所以是因为心脏呢 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脏腑嘛 我们叫心是君主之宽 十五章六佛的一个 就是一个皇帝 是吧 失灭的病人呢 我们就是要 在这个心包经这块呢 它容易瘀毒 所以呢 给它 把这块静脉呢 要给它 疏通一下 就是通过拍打 或者是扣机 扣机 或者是按揉 都要 这些方法 按揉 还有推 你看 这很快 弄上 做几次以后呢 它这块 你看 这一条静脉 这就发红了 是吧 这就发红了 而且呢 我们可以根据 它这个 颜色 根据它这个颜色呢 有时候可能判断到 它这个 静脉呢 通畅不通畅 你看它这个 红色 这个红色呢 非常的均勇 是吧 这样的话呢 说明它这个静脉 是比较通畅的 有一些呢 你可能一块白 一块红 一块白 一块红的 说明它可能 有一些瘀毒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拍打扣机 还有这个安柔 还有这个推膜 等等 这样一些方法呢 就是平时呢 就是说 我不湿灭的时候呢 正常人 我们也可以经常的 安柔 安柔 这条静脉 再一个呢 做完这些以后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有时 如果愿意的话呢 可以在后背 后背 就是膀胱筋的这一条 我们就 我们这个后面 正脊柱的中间 这一条 正中间呢 这是肚脉 这是肚脉 肚脉 肚脉旁开1.5寸 在这个位置上 这是我们的膀胱筋 膀胱筋 这个我们这个 十二的背书楦 五张六幅呢 这个十二个背书楦呢 它都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 这十二个背书楦 都在这个膀胱筋的 这个 第一条侧线上 这一块呢 像我们最后 做完这些手法以后呢 在这一块呢 可以做一个扣机 轻轻的扣 这个扣的时候呢 一个可以就半卧磕 千万不要这样 多时的扣 你看这个声音 还有这个半卧磕的这个 这个声音它是不一样的 半卧磕的扣 这样从上到下 扣十次二十次左右 也可以 除了这个扣以外呢 再一个就是这样扣 也可以 这样 这个掌心 千万不要装上这样 不要这样 要这样 给它一定的空隙 这样扣 最后呢 这个膀胱筋这块呢 我们可以给它 注意一下扣机 把这个阳气呢 给它疏通一下 好 关于这个 失眠的这个推拿资料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